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于土之下 一枚铜印 似乎已经揭开墓主人的身世之谜 里面萧珍应该是名字 然后反过来叫平阳军义 应该是这个绝号 拨开迷雾 一座大墓竟然不止一位墓主人 清出来以后发现里面两具罐 合葬了 另一位死者是谁 牙齿这个位置就是吃虎牛的流上一枚 一枚印章的出现让线索再次扑朔迷离 他这个多多少少是有点僭越的意思 皇帝用的才是吃虎的这个命 他们是谁 16年前的考古发局 正在一步步揭开两位墓主人的身份之名 2006年6月 江苏省徐州市上电子村 和大多数农村一样 人们重复着平静如常的每一天 然而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 徐州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故乡 所以这里也是全国高等级汉墓 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上电子村北边的黑头山上 就埋葬着一座等级很高的汉墓 但村子里的人大多不知道这个秘密 直到那年六月的一个黑夜 一声爆炸打乱了村庄的宁静 一声爆炸打乱了村庄的宁静 一火盗墓者趁着夜色 炸开了一个盗洞 破晓时分 村民们将现场的情况 上报了文物部门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没有得逞的盗墓者心有不甘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 盗墓者竟然冲进了考古工地 打算继续盗墓 万幸的事 一名安保人员挣脱了束缚 得以下山报警 这座藏在黑头山上的墓葬 为什么会让这些盗墓者如此执着 墓葬里有哪些秘密 墓主人又会是谁 经过细致的清理 在考古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最后一层通往墓室的风石 我们把第五层风石清掉以后 已经感觉很快了 再往下做 那个土就不那么硬了 不像上面夯土那么硬了 它仅仅是因为承受上面的重力 往下压 导致它土比较结实 但是我感觉是没有夯的 旅见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时任徐州博物馆馆员 是徐州黑头山汉墓的主要发掘者 很快墓室表面完全露出 这张俯视图就是清理当天 旅见在现场拍下的 它这个墓室也比较特殊 数学底下构建墓室 长方形的石坑墓矿里头 我做好了这个墓 然后用墓板搭裹石 上面是还有盖板 搭建果室的墓板和盖板 早已腐朽全无 只留下了一圈黑色的朽木痕迹 随着果室的显现 墓葬里的情况也逐渐清晰起来 我们沿着这个果的痕迹做 做完了以后 清出来以后发现 里面两具棺 合葬了 然后有三个空间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两具墓棺并排摆放在墓葬南侧 透过凹凸的土面 屡见看清了墓室内的情况 分别是左右两个边箱 还有竹箱 就是说这两个关的外侧 左右两侧 就东西两侧了 是放随障品的 然后在这个北侧 因为头是朝南的 墓主头是朝南的 北侧有一个挡板 也把这个果箱里面 空间给分割了 也放一批随障品 墓顶坚固的墓质盖板 终究抵挡不住时间的腐朽 散落垮塌 田土涌进了墓室 吞没掉墓棺与随喪器物 但从那一刻起 它们的摆放位置 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变动 对于考古来说 这是一个好消息 清理小心翼翼的 探向泥土深处 突然 负责清理东侧棺棺果的 考古队员 敏锐地感觉到 手铲似乎碰到了 一处异义 清理掉附着的泥土 吕剑终于看清了 他的样子 这是一枚 清绿色的玉壁 古代重要的礼器 死后配玉 况且是如此大的玉壁 墓主人的身份 似乎极为尊贵 这一发现 让现场的考古队员 激动不已 这一座大墓 没有让他们失望 考古队员继续清理 仅仅半天时间 在距离玉壁一米左右的位置 一个新的发现 再次点燃了现场的气氛 他的这个手部 都是死者 木主 手这个下垂 放在这个棺里面以后 很类似 就水晶的水晶珠 玛瑙片 然后小玉的玉片 玉珠 这样穿起来 随着清理的深入 出土的小宝石 越来越多 它们都经过精细的加工 应该是戴在手上 当然这个丝线之类的东西 边连的已经绣了 没有了 两千多年前 它们加工得越精致 今天清理起来越困难 小小的珠宝 已经完全嵌入到泥土珠 考古队员必须 在不移动埋葬位置的前提下 全部提取出来 为了加快发掘进度 清理东侧棺木的同时 一部分考古队员 开始慢慢向西 在靠近墓室西侧的位置 进行清理 突然 突然 竹签在填土中 触碰到一个硬物 一点点踢去泥土 考古队员发现 这竟然是一枚铜印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 因为它极有可能 刻有牧主人的身份信息 考古队员 小心地拿捏着手上的动作 随着附着泥土的剥离 文字隐约出现了 平阳君印 萧珍 它是两个面的 其中一面 萧珍应该是名字 然后反过来叫平阳君印 应该是这个绝号 也就是说它是封君 平阳君是牧主人的封号 萧珍是他的名字 这枚小小的印章 似乎也从一个侧面 证实了牧主人的身份 然而 就在大家未找到牧主人的身份 惊喜时 距离印章不足20厘米的地方 考古队员有了新的发现 放在一起 我感觉应该是有布囊之类的东西 来装着它 放在里面 很规矩 规矩去放在西边江里面 经过清理 屡建口中放在一起的东西 竟然又是同印 而且 一下就出现了三枚 在看到三枚印章时 考古队员并未惊讶 因为印章是古人的信物 除了代表身份外 还会有私人印 急语印等等 但当他们将印章翻过来时 却发现这是另一个人的印章 他的名字叫刘胜 刘胜是谁 再翻开一枚印章 古人在印章上会谦虚地表达自己 男称陈 女称气 陈慎显然是一位男子 他和萧珍是什么关系 两人为什么会葬在一起 平阳君 萧珍是男是女 吕剑虽有疑虑 却不敢轻易下结论 也不敢说是男女 没有这个盆骨 不能第一时间判断 吕剑连忙翻阅史料 很快就找到了答案 汉代女性 有一些风君 除了太后皇后 然后公主 他们是风君 还有一些地位比较尊贵的 《旭汉志》中曾记载 妇人风君 以婢公主 被风君的女性 封易并使租税 由此可见 萧珍是女性墓主人 并且享有奉路 综合来看 显然是夫妻合葬 夫妻合葬 身世显赫 妻子已是风君 那么她的丈夫 那么她的丈夫刘慎又是什么身份 谜团营绕在大家的心头 为了找到真相 考古队员继续发掘 牧师中 妻子和丈夫的棺果距离不超过20厘米 为了找到答案 丈夫留肾棺木的清理 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没多久 清理果然有了发现 但这一发现 却牵扯出更多的问题 就是那个吃虎印 是我亲的 很激动 吃是没有脚的蛟龙 虎是百兽之王 加上本身的预制材料 这枚印章的规格 远远超过了之前发现的铜印 这个文献里面说的是 官印 这个百官 它有官印 是这种规制 汉代魏弘所传的汉旧仪中记载 皇帝六喜 接白玉吃虎牛 皇后之喜 金吃虎牛 2006年7月 徐州市上电子村北 黑头山的考古工地中 面对这件重器 考古队员几乎连呼吸都要控制 竹签一点点挑动泥土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枚玉印终于渐渐露出真容 把它清出来以后 它是一扭朝上 一面朝下 非常想把它拿起来看一下 这什么字 忍住了 忍住了 强烈的好奇心一遍一遍抓挠着考古队员的心 但他们不能上手翻动 听说村外的山上发现古墓 围观的村民越来越多 再加上之前发生过的恶性盗抢事件 作为考古人员 吕剑必须对文武负责 为了保证文物的绝对安全 提取后的吃虎玉印 被立即送到徐州博物馆 人们才第一次看清期待已久的答案 非常很好 白玉 温润 吃虎牛的流声一枚 一面文字非常清晰 刘慎两个字 书法流畅 字体结构严谨大方 现在第一时间可以肯定的是 墓主人就是刘慎 他为什么会拥有吃虎玉印 他这个多多少少是有点僭越的意思 皇帝用的才是吃虎的这个牛 吕剑打算从这枚玉印上寻找答案 很快他就观察到了一个反常点 就是虎状的造型 但是他神化了或者异化了一些 不像实实在在的老虎 但是是以老虎为底子的 明明是老虎 却又做得不像 并不是汉代的工匠记忆不清 似乎刘慎在刻意隐藏着什么 他采取了一个淡化措施 在做这个印台的时候 在印钮上面叼了一个桥形的穿 就可以穿细 因为印本身是需要佩戴的 是佩戴在身上了 他就叼了一个穿 叼了一个边吧 用那个袖带或者绳子可以穿过去 这个穿的用意恐怕更多的是在于 淡化这个痴虎的意味 象征黄泉的痴虎牛 顶级的玉制雕刻 为了这枚印 刘慎绞尽脑汁 一片的老虎 遮遮掩掩的佩戴方式 他似乎又不想让别人注意到 玉印的存在 通过仔细观察 吕剑还发现 这枚藏着秘密的印章 竟然还有一些小问题 它的印面不平整 就是说刘子这个部分是挖的 就挖了个槽 和这个肾子不是一个平面 也就是说它更深一些 刘子这一面更向内一些 印章重要的身份象征 承载着诚信与权威 并且作为一枚质地坚硬的玉印 为什么变得凹凸不平呢 很明显是改刻的 那么原因是什么 不好推断 可能性最大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印 原来也归它所有 它可能在上面刻的是个陈塞 也可能 这个刻刘子的时候走刀了 或就是那些育工 可能给它刻的这个残了 出现问题了 没有办法 又喜欢舍不得嘛 改刻 往下挖一挖 然后重新刻出来刘子 或许是官职的变动 或许是工匠的失误 牧主人刘慎不得不进行改刻 但对于预料的真实 让他宁愿不平 也不愿更多损耗预料 但是如此不平的印章 又该如何使用呢 这个预印还是实用器 还是牧主生前经常用的东西 牧主很喜欢这东西 这个四角有磨损的痕迹 其中一角磨损还比较明显 也就是说它使用比较频繁 我们知道汉代是不用钱珠的 就不用印泥 而是用风泥 那么风泥是粘土做的泥块 这个印频繁地往风泥上面盖 会导致一些磨损 秦汉以前的印章 与后世印章使用方式不同 最大的区别在于风泥 将文书写在竹木剪上 风发时用绳捆上 在打结的地方 填进一块胶泥 印章打在胶泥上 最后用火烤干 形成风泥 文书抵达目的地时 通过检查风泥是否完好 来确认有没有人私下拆月 用得越多磨损越大 由此可见 玉印深得流胜的偏爱 天色将晚 考古队员们收拾工具 准备回家 可是 刘慎是谁 为什么敢与皇帝 使用同款样式的印章 一系列问题 萦绕在吕剑的脑海里 为了解答心中疑惑 吕剑希望 能在过往的资料中 找到刘慎留下的蛛丝马迹 碰到这些东西 第一反应就先查汉书 或者实际 你一查 那么有 有刘慎 这是个好消息 文献中清楚地 记载着这样一段话 孝成洪家元年辛丑 刘慎似高密王位 但这个肯定的答案 又让吕剑困惑不已 这个是猪王 封国不在这 封国不在这个地区 高密王封地 在山东 焦东和围方一带 距离徐州 四百多千米 刘慎如果是高密王 为什么死后的墓地 距离封地 如此之远 这不符合常理 汉的重名 同名的现象 非常多 在这个汉书的王子侯表 功臣表里面 经常能够看到 隔了那么几代 又出现这个名字了 当然他们之间 亲友关系就远了 这不妨碍什么 另外我们结合 他的墓葬行者来看 就清楚 他还达不到 甚至是猎猴的级别 比刘慎 非此刘慎 原本的线索又短了 黑头山汉墓的墓主人 这一位刘慎的身份 变得愈驾扑朔迷离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 考古现场传来了好消息 第五枚同印出现 这次同印上的印文 不再是人名 而是几个新的文字 是关印 东宫福印 东宫是中国古代宫殿之称 因方位而得名 是皇位继承人太子的驱所 简简单单四个字 也揭开了墓主人 刘慎的身份之谜 这个府呢 不同于普通的官署 它就是掌管 王后或者王太子 居住地区的财务的 这样一个机构 他们的东西 用度 吃穿用度 包括钱 这些东西 是归东宫府馆 旧的疑问刚刚解答 新的疑惑随之出现 作为东宫府馆 刘慎为什么会葬在这里 按照汉书的记载是 公使百官 同志经师 就是诸国王的 所有的官署的设置 是和皇帝一样的 汉朝承起了秦朝俊宪制 但同时又推行封国制 两种制度并行 形成特殊的俊国制 随着研究的深入 考古队员发现 英文中的东宫 或许指的并不是首都长安的东宫 徐州地区它比较特殊 因为一个是汉高祖龙兴之地 另外一个它有一个重要分国 就楚国在这 它的这个藏书 有它自己的独特性 铜印上的东宫 其实是楚国的东宫 这里作为西汉开国皇帝 刘邦的老家 徐州的地位并不亚于长安 1994年12月 考古队员在对狮子山主峰南坡 一座被盗的石墓进行发掘时 发现了大量散落的铜钱 鱼器 及铜器残剑等 并且墓室外 发现四千多件鱼片 经过修复 这是一件被抽走金铝的鱼衣 而这座大墓的主人 就是一代楚王 然而能够成为掌管 楚国东宫权力的人 除了才能 刘慎还有一项 无法超越的优势 综合判断 他一定是这个楚国的宗室成员 但是爵位和志极都不是特别高的 只是亲属关系的 比较密切的这样一个人 钱财这些东西是由他来掌控的 这个就非常不一般 至少说明一种信任关系 信任源自他们的血缘 而血缘在两千多年前 恰恰也决定着流胜的未来 中国古代 尤其是汉代 讲儒术 讲儒家的时候 要尊尊亲亲 尊尊好理解 亲亲其实也很好理解 就是把你很亲近的人 地位抬高 如果在楚国这样一个诸乎国里面 提拔一个亲戚 做一个长官 那这也是津津的行为 我们推断 就刘胜担任了东宫府的最高长官 他的志极应该在六百十左右 墓葬中的发掘临近尾声 就在考古队员清理残存的海骨时 熟悉的玉印又出现了 就是牙齿这个位置 全部是这个刘胜的名字 都是他的名字 在第一枚吃虎玉印被发现后 这一次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两枚玉印 考古队员仔细观察 这座墓葬中的第二枚玉印 相似的内容 类似的材质 这枚玉印与之前发现的 并无太大差异 然而 接下来第三枚玉印 却有些奇怪 特别是上面的文字 第三枚是鸟虫书 这个也是汉代比较流行的 尤其是西汉 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签名 就花题 将鸟虫与书法结合 达到雍容华贵的视觉效果 但试读后 鸟虫撰刻的内容依旧是流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